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感觉这些专家学者们 这些前辈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研究的比较深刻 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 我从大陆出来不解 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民主的运动 但有一点我认为还是很欠缺的 那就是对中共军队的瓦解分化工作做得很不到位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大家在正式的会议上 提出过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对中国和平转型抱有太大的幻想 对中共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镇压 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对策 借此机会呢 我就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军事准备问题呢 谈点个人看法 谈到军事准备 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弄枪弄炮 与中共军队面对面的厮杀 有的人甚至可以认为我可能要搞恐怖活动 在此我对这个四个字解释一下军事准备 首先呢 它是一个准备 具体讲的就是在军事上做些准备 以达到防患于魏阳 趋利避害的作用 纵观历史 横抗世界 朝代根基 社会巨变 军事存在 无一不与政治运动相关联 绝大动作的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众所周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 是中共在1927年汉口的这个八七会议上提出来的 九十年了 中共没有一天放送过枪杆子 战争期间 枪杆子为其夺取了政权 这叫内战 建国后 枪杆子为其巩固了政权 这叫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中共将中国大陆分了五个战区 直接将枪口对峙了人民 这叫维稳 从内战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维稳 这一路走来 无一不是靠着手中的枪杆子说话 大家也知道 有证据显示 共产党杀了八千万国人 现在中共为了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 变本加厉的对反对派进行镇压和屠杀 现在连交通警察都被抢了 你们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现在什么的状态 中共只要是认为所谓的群体世界 一力消灭在萌芽状态 所有的反抗都认为是有海外的绝对势力在背后支撑 格杀无论 劳役屠杀 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已成谈态 既然中共不愿放下枪杆子 民主运动 也要有自己的对策 我们总不能打着横幅 喊着口号 与对方的坦克机枪对抗吧 有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准备 不仅能有效地从事民主运动 减少流血牺牲 同时也可以中共造成智者 造成震慎 否则民主运动 民主进程遥遥无期 我们虽然不能在正面战场上 跟中共面对面的死杀 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 也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 我认为军事准备的重点 应该放在推动军队国家化这方面 在这方面呢 我们不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也有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撑 优势战监 可操作性也非常强 八九六四后呢 中共为加强军队的绝对领导 提出了五句话总结要求 与政治合格 军事固烟 作风优良 激烈严明 保战有力 他们把这个政治合格 放在了首要为止 将军队完完全全的变成了 维护一党专制的这个党卫军 中共的军队中 现在有三分之一 是政共港元 他们的责任呢 就是对军官士兵 进行洗脑和控制 从另一方面看 军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 他们也正在潜情不化的 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 尤其是互联网普及的今天 军人们对中共建军后的 所作所为 也在逐步的了解之中 土地革命战争中的 抢劫行为 看日战争中勾结日军 躲在后方发展武装 解放战争中 以人肉做盾牌的丑行 抗委援朝 为金家王朝牺牲了几十万士兵 八九六四出动军队 到天安门镇杀学审 加上今天军队那么腐败 你也可以看到 老兵维权群体在不断的扩大 我自己就有五个老兵群 都在上门呼吁 给我们掐打 可以说军人在决心 中共高层呢 也明白洗脑啊 对这些人呢 越来越不管用了 所以他们这两年又采取了一个方法 就是高薪收买 日盈 现在军地同级的这个官员相比 军官的薪水呢 已经达到了 同级的三倍 级别越高 差别越大 但是都是他们的权利之极 不可能长久 时间关系啊 我就讲话一点 不了解军队就不能有针对性的推动军队国家化 我们一是要系统的掌握中共军队的体制编制 战略战术 官兵思想 装备性能 军事部主等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第二个呢 是要从 从现在开始 就要研究 民主新政制度下的军队建设问题 这是一件巨大的系统工程 推行军队国家化 首先要让大家知道 什么样的军队才是国防军 三是 民主政权建立后 国家也有大量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管理的工作要做 担负其首将故土的责任 不懂军事 不了解军队 倒是会抓瞎 因此呢 建议 组一个精干的班子 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随着民主化 这个这个不断深入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可能遇到 中共现在在南海 东海及周边啊 都有战略企图 中国大陆 民主运动的最后阶段 极有可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 中共内部的分裂 导致内战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现在我们连一个机构都没有 到时候怎么去应付这些 实觉变化 军事准备的范畴很广 除了组织理论上的准备外 应招手武装力量的准备 在中共的高压下 国内的反抗也在伊朗告过伊朗 可团结利用的资源非常丰富 一定的条件下将其组织起来 会成为反抗独裁的孙力军 这个再补充两点 一个是可造作性强 可以看看这个当时的辛亥革命 森中山是怎么推动辛亥革命的 我们现在的条件比森中山当时优越的多 签报不是问题 组织也不是问题 所以有一句话说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人的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大家